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是哪个 不是老虎 也不是鲨鱼等身形高大的猛兽 这每年可以夺取近百万的人类性命的动物 就在我们身边 第一名 也许你心知肚明 每年死于蜜蜂的人数有数十人 为什么蜜蜂围绕在我们身边 我们却不敢随意驱赶 因为他们遮人真的很疼 而且一部分人会出现过敏情况 严重者会导致死亡 虽然大部分蜜蜂会采取一换一的战斗方式 但对于人类来说 绝对血规 被五只以上的非洲杀人蜂知道 就可以造成肾衰竭 他们一旦盯上你 刺入体内的针刺会发出性吸塑 这相当于发起了进攻的号角 一更多的同伴就会穷追不舍 至少追击200米 持续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 每年死于水母的人类有二三百人 这种柔软梦幻的动物 在海洋里好似无忧无虑的存在 但是在海里你应该害怕的不是鲨鱼 而是水母 因为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鲨鱼的15倍 毕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水母都有毒 一旦被遮伤 伤口都有强烈的火烧板痛感 像公认的剧毒香型水母遮了一下 两分钟就可能毙命 好看的森帽水母长达九米的触手 遍布了成金上瓦的磁细胞 一旦缠上 不死也会重伤 在非洲每年都有近300人死于水牛的体下 非洲水牛是一种比较凶猛的动物 光看它的牛角就知道 这家伙不好惹 体格强壮 脾气暴躁 800公斤的平均体重 还是群体碾压式作战 群体占优的情况下会去挑衅狮子 虽然狮子也可以捕获水牛 但仅限于落单的弱小个体 狮子都不敢说是它们的天敌 况且 非洲水牛动不动就上千头集体出动 可谓是气势如虹 你敢相信吗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类死于动物手中 它们或许凶猛 或许数量众多 还有些仿不胜防 现在每年 还会有200多人死于凶猛的老虎的袭击 大部分伤亡都发生在印度 东南亚等地 在19世纪 尼泊尔有一头著名的孟加拉虎 叫做战坡虎 一共造成了436人的死亡 甚至录入了基因斯记录 最后捕杀之后 发现它的全尺已经折断了有些年头了 最后人们分析 正是因为这种残缺 导致它无法很好地捕杀其他动物 就把目光锁定到人类 毕竟 对于老虎来说 人类是脆弱 而又美味的 在非洲 死于河马谋杀的人类有500人之多 我们都觉得河马是一种行动缓慢 笨笨的感觉 但是河马是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不如动物 体重可以长到三吨以上 水陆两栖动物 庞大的山区 在水中与有时十分灵活 上了岸 时速可以达到40公里 连去河边的狮子 都会小心翼翼的不与河马起冲突 大嘴一张就能150度 还有50厘米长的锋利全尺 能直接咬断鳄鱼和人类的小木船 人类如果不小心出击逆龄 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 实际上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更多 毕竟在野外被河马拆骨入腹了 我们也不得而知 每年有大约1000人以上的人类 死在鳄鱼口中 因为在鳄鱼的基因里 两条腿行走的人类就是他们的食物 体型较大的尼罗厄和东南亚的湾厄 都可以长到五六米 在各自的栖息水域 时不时会袭击人类 对于肉食性动物来说 只要尝过人肉滋味 那对人类威胁的指数就会翻倍 全世界 每年死于狂犬病的人类就有三万多 狂犬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而作为狂犬病主要记住的狗子 对于人类的威胁并不小于那些野生动物 这其中 绝大多数狗制人死亡事件 发生在流浪狗超多的印度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 遇到成群的流浪狗 及时避祸 很有必要 一旦被不清楚来历的狗咬伤 一定要按照流程接种狂犬疫苗 下面即将揭晓 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前三名 第一名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每年有大约五万人死因是蛇 人类似乎对于这种动物 有种天生的恐惧感 一是因为它们擅长隐蔽 二是攻击性都比较强 三 很大一部分的蛇是有毒的 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印度眼镜蛇 印度也是发生蛇咬伤亡事件最多的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 印度近20年就有100万人死于毒蛇的药伤 每年与蚊子相关的死亡人数高达70多万 世界上有2500多种蚊子种类 炎炎夏日 它们会成群结队 无孔不入 吸血的同时 给人类带来近80种疾病 像乙星脑炎 瘧疾 黄热病 登革热病等疾病的爆发 都离不开它的功劳 1802年 拿破仑带领25000人来到海地 结果一登陆就遭遇到了黄热病的肆虐 最后就剩下3000人 蚊子头部有六根针组成的复杂口气 可以一气合成完成 切 刺 吐 吸等一系列动作 蚊子的下颚须还分布着各种受体 轻松探测到50米以外的二氧化碳 而且蚊子升级进化的能力也超强 我们想彻底消灭蚊子的愿望 恐怕短时间实现不了了 第一名是人类 看到这儿 你是不是也想到了 动物界也存在着同类互相残杀的情况 但是在这方面 没有哪个动物能赶超人类的 例如大型战争的发生 直接或间接导致人类伤亡数量狂增 每天都是数以万计 我们通常说天灾人祸 可见我们都心知肚明 谢谢大家